安徽省黄山市是古代辉州的所在地 千百年中这里厚重的文化孕育了许许多多忠臣连历 一代名臣尼斯辉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明万历年间考取近世的尼斯辉一生清廉为官 正值做人 在官场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万历皇帝之后 继任的明光宗仅仅在位三十天就离奇驾崩 一系列的变故让朝中大臣措手不及 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随后登基的天启皇帝 更是一步步把国家带入了危机之中 天启元年的时候 刚刚天启皇帝十六岁即位 他有一个儒母叫克氏 从小就是吃他的奶是由他带大的 对他非常依恋 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人是不敢说话 当时天启皇帝因为过分依恋儒母克氏 做了违背礼法荒废国政的事情 这让一些奸命之人看到了干预朝政的机会 生性耿直的尼斯辉意识到 劝谏皇帝可能会遭到罢官 但如果只求自保不想办法改变局面 大明王朝将走向危险的境地 家有将子不败家 国有政臣不亡国 国家与个人之间 他依然选择了以大局为重 然而直言劝谏却惹怒了年轻气盛的皇帝 尼斯辉被贬折到福建 后来又因为得罪当权大太监魏忠贤被削指 虽历经磨难 却始终没有改变他敢于直言的风骨 知难而上 世未勇 尼斯辉不计个人得失 一心为国的蒸蒸铁骨 不仅赢得了生前身后名 也为后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 在竹口村的尼斯宗祠内 悬挂的大纳岩匾额 表达的正是对这位有德仙人的 崇敬和赞赏 对于尼斯子孙来说 几百年来 祖先的精神从未远离 正直做人 学做好人 行好事 始终是竹口泥是后人信守的 教子之道 就像绕村而过的河流一样 清澈润泽 长流不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